上班啦!上班啦! 记得打卡哦!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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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买买! 今天的OL穿搭就是想给一些出入职场的新手们 以及职场衣荒的老手们一些参考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公司 也是越来越年轻化 就职场穿衣氛围没有这么的严格 穿搭也正好是我们展现自己个性的一个方式 所以今天本买仔就为你们安排了这一个 一中职场穿搭不同样 如果你们想知道如何在职场穿的恰到好处 既能够摆脱学生气 然后又不会说特别的古板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开始吧 首先就是第一件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个衬衫 说起职场穿搭怎么可以没有衬衫呢 衬衫就是可以让我们看上去非常的干练可靠 不过穿衬衫的时候 切记不要选择过于方正的白衬衫 否则你就会特别像售楼处的销售和卖保鲜的 就可以选择不规则剪裁或者是宽缩的一个版型 材质上就可以选择棉麻的或者是雪纺的 就可以让我们看起来不这么的死板 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衬衫呢 它就是在领子这一块做了一个小花边 然后袖子呢 它是做了一个花包袖的设计 就还是比较显得年轻活泼的 然后它的材质呢 也是那种微微泛着那种光泽感的一个材质 不知道你们视频能不能看得出来 而且像这个蓝色呢也是非常稳重的一个颜色 就给人的印象呢 不会说你这个人特别的学生气特别的稚嫩 这件衬衫的下半身呢 我给它搭配了一个黑色的绑带裙 但这样子视频看好像有点黑不溜秋的看不太清楚 它其实呢是一个这种搭扣的一个设计 然后群长呢正好是到我们膝盖的位置 就不会像短裙一样就是可能会遇到走光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一些问题 而且这一条裙子它有个小心机的设计呢 就是在它侧面的开叉 就可以让你的腿呢若隐若现 视觉上呢也可以拉长一下我们腿部的线条 就虽然呢是去上班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保持时刻的美丽 这一整套下来呢就非常适合 喜欢温柔知性大姐姐风的都市丽人了 第二个呢就是一直都非常流行的一个套装了 套装呢可以说是懒人福音了吧 就特别适合上班族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早上就是急急忙忙出门 然后不知道穿什么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穿套装 像我今天推荐的这一个套装呢 它就是看上去气场十足 但是呢也不会说太过于正式 因为它整个呢还是比较偏运动型的 这件上衣它的领子呢是做了一个西装式的一个领口 然后它的衣服版型呢也是一个比较偏宽松的一个版型 也是非常能藏用的 而且它左边的肩膀呢是设计了这样子三条鞋杠 正好可以跟它的短裤上的三条鞋杠相呼应 就这些元素加在一起呢就不会让这整一身套装的看上去特别的无聊 然后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小裹胸 像这一身呢就是给人一种你气场很强大的感觉 但是呢我是把它搭配的稍微的偏运动感一点 因为像我自己去公司的话我也是不太喜欢说穿的太过于正式 运动一点呢反而让我觉得行动比较方便 然后呢也是比较舒服自在的 第三个呢就是阔腿西装裤呢 阔腿西装裤呢应该是每个女生的衣柜里面都有的一个单品了吧 如果是不太喜欢那种过于严肃的症状的话呢 就可以尝试一下西装裤 然后配一个小有设计感的上衣或者是T恤 如果觉得夏天穿黑裤子太闷热的话呢就可以试一下这种白色的阔腿西装裤 它其实呢是一个高腰然后有点收腰的那种设计 就穿上身之后呢秒变大长腿非常的有气场 但是建议大家在选这种西装裤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质感稍微好一点的 不然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 像我这件呢它就是一个荔枝纹的一个面料 就穿上身之后呢不会说很闷热 而且呢会非常的飘逸舒适 这一套look呢上衣我是配了一个有点职业风的小香风的一个V0短上衣 你们仔细看它上面呢其实是做了这种小花的刺绣 而且它的包边呢也是这种刺绣就还挺精致的 上身之后呢就是非常的有气质 像这件上衣呢它是比较短的一个款式 所以像小个子呢也是可以驾驭的 这一套的look呢就是一个雅典复古风的感觉了 其实像这一个上衣呢它还可以搭配一个半裙穿也会是另外一番感觉 如果你觉得西装铺呢不太适合自己的风格的话 下一套呢就是有点职场清淑风的 嗯没错又是泡泡秀 职场穿搭呢也是可以拥有泡泡秀的 这件上衣呢它是做了这种有一点褶皱的这种泡泡秀 正好呢可以盖出我们的拜拜肉 你们仔细看它上面呢是做了这种小钉珠 就还是挺精致的 我们女孩子呢是真的很容易被这种小细节打动 瞬间呢就会感觉气质很多 这件衣服呢就是我经常穿的一件衣服了 除了它非常好看之外呢它上身是真的很舒服 它的面料呢是那种很柔软很轻肤的 而且呢也不会很闷热还是比较透气的 如果是不喜欢一身都是泰素的颜色的话 就可以跟我这身的搭配 仰配了一个绿色的小半裙 当然呢你们也可以配其他颜色的 它的版型呢是那种H型呢有一点点小A的感觉 在保持我们的气质的同时呢 又能够修饰一下我们的身材 这一套穿上身之后呢就是那种非常时尚洋气的都市女孩风格了 终于到了令人愉悦的周五了 如果今天呢不想要太费脑子去搭配的话呢 不如来一条一片式的连衣裙 省时又省力 这条连衣裙呢它就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敏黄色 就不是说特别太过于乍眼 但是呢又是那种非常提气色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它是一个偏薄的这种一个格纹的面料 穿上身呢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长度呢也是一个到了膝盖左右这一个位置的长度 这还是比较保守低调的 虽然我是全职博主不需要打卡上班 但是我边上的同事呢 他们是需要去上班的嘛 所以呢我也是特地的去了解了一下 大部分人呢还是不喜欢穿的太过于高调 我觉得这条裙子呢就非常的适合 它的整体版型呢虽然是一个偏宽松的一个版型 穿上身很舒服 但是呢它在腰这边呢 它是配了一个小腰带 又可以收腰 稍微凸显一下我们女性的曲线 所以不用担心穿上身呢 它会松松垮垮的 它呢就是又藏肉 然后呢又非常的舒适 我真是非常的贴心 就你们要的舒适度和美丽度呢 我都想到了 反正这一身呢就是穿上身之后呢 你坐在那边就是办公室里面非常温柔 非常鲜的一个女同事了 而且下班了我们周五可能要去跟朋友聚会啊 或者吃个饭什么的 穿这一条裙子呢就可以直接的去美美的约会了 好了今天的职业穿搭呢就到这了 我来做个总结吧 你如果是想要穿解约款式的话 但是呢又不想要特别过于朴素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一些配饰啊 或者是包包来做一下点缀 来给你的office look加一个分 职场穿搭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是不可以太过于暴露或者是邋遢 适当的去减少一些特别女性化的 例如像蕾丝啊蝴蝶结这些元素 会让你看上去呢更加的干练可靠 好了最后祝我们所有的职场女孩们 工作都顺顺利利KPI都完成 大家拜拜我们下期再见